大家好,这里是克莱登大学神奇皇帝校区教导主任,御史坊 在宝宗第一期中我们就提到,当皇帝少有梅开尔渡的 而一个王朝若能梅开尔渡,史家会用两个字来形容 忠心 相比靠坐船南盾杀害忠臣在世号里混个忠心的蜿蜒狗 公元一世纪那场忠心的主角汉光武帝刘秀无疑更加隐和 当然,两汉之际的神奇皇帝不止他一个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了解的皇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讲完李世民诸侯诏后就给安排 再说刘秀 很多人一提到他就说是隐石盾未免之子 仿佛纯靠运气建立的东汉 然而,从众帝少年到汉室重建,真的只是靠运气吗 这场艰辛的创业背后又有过哪些迷茫、痛苦、勇意和智慧的 现在,有劳屏幕前的各位皇帝研究员 用手中的三连重走刘秀的创业征程 刘秀的出身是一种选贺与贫困的叠加态 虽是刘邦第九代孙,但因以中山郡王为代表的多胎政策支持者 充分发扬了人口再生产能力 所以,老刘家这稀罕末年已十有余万人 他爹不算差,好歹当了个县令 可又偏偏在刘秀九岁时去世了 使其和哥哥刘衍相依为命 幼年的刘秀更像是个农家小伙,性情于架色 高情商说法,这是安平乐道 低情商的,估计直接喷雄无大志了 就连哥哥刘衍都吐槽他 像当年刘邦的哥哥刘仲那样爱好农业 但毕竟是宗室之后曾经的县令之子 十九岁时,青年刘秀还是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机会 到大都市长安的太学里学习上书 那是公元十四年,华夏大帝好像没什么事 曾经的大司马,如今的皇帝陛下王莽 已快完成他的改制大业 但他恐怕难以料到自己的王朝将葬送在这个刚进城的土包子手里 出到长安的刘秀,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繁华,首都的气派 眼见经师里威风凛凛的卫戍部队 回想起老家豪门殷氏的千金大小姐 他不禁开谈,试唤当作执金玉取妻当得殷利华呀 如此卑微的梦放在后世,恐怕要被说是不心难了 在当时也很快被冷冰冰的县师打脸 经师开销大,钱包存不下 为应付各类花销,他跟朋友合伙买了头驴 靠把驴租借出去,赚取佣金来户口 在长安,靠共享驴车挣钱的三年内 他眼见时局欲见衰退 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 贫富分化问题,没解决不说,还自然灾害频发 早在汉平帝年间 郡国大汉,黄,青州游圣,明流亡 到了新朝更有外患 匈奴禅云要求赏赐 皇帝不答应,匈奴人碎扣边军杀掠黎明 边境地区的人民因战争与饥荒的双重打击 实在原边大击人相识 即便逃往中原,也会因为没有田产为人奴婢 对此,曾经饱读诗书《满府经伦》的皇帝 有何作为打Cosplay 他认为西州初年海燕和清天下太平 所以如今想要重回盛世 就要学习先贤的制度 于是货币、官名、地名纷纷往回改 在这种托古改制下 整个国家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不能说有所好转 只能说越发严重 加上天气恶劣 大寒,百官人马有动死者 地方上连年九汉,百姓极穷固为盗贼 有人劝他别再折腾了 可陛下听都不听 还宣称自己的改革在蒸蒸日上 这当然使得更多人反对 甚至物理反抗 公元17年,以及刘秀在京三年 三年后 南方积景,人数群入野则 绝福此而时之更相倾夺 天下连岁灾黄 寇道风起 陆陵军在河北起义 不久赤梅军也在山东起义 彼时刚毕业的返乡青年刘秀 本来还想着继续种田卖粮 可南洋荒鸡 堵死了他继续当农民的梦想 更关键的是 他哥哥流眼志向远大 素豪结交 侠客义士 不想继续当农民 也想起兵造反 眼见时局条堂 加上如果哥哥起兵 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哎,还是反了吧 但起兵总得有个头啊 看过咱们汉墨风云系列的小伙伴 肯定记得 这就叫神圣价值 有了不一定能成 没有 大概率不成 而当时最常见的做法 便是称伪 所谓称 是当时方氏们编造的 欲试吉凶的隐语 伪则是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说辞 在躁动不安的社会氛围下 称伪应便于理解与普及的各样形式 往往能形成广泛的舆论压力 老应消耗了 属于谁 据东关汉记载 在南洋卖粮时 刘秀曾跟哥哥流眼 和姐夫邓臣一起 拜访当地十万称伟之学的蔡少公 老蔡深信当时流行的 刘秀发兵补不到 卯经修德为天子等屠称 判断将来的天子将是一个叫刘秀的人 时人听到这名 最容易联想到的 根本不是南洋众地青年 而是楚王刘娇五世孙 经学家刘相之子 新朝国师 本名刘兴 后来改名的刘秀 听到这话 真正的刘秀笑了 何用非之仆也 对啊 都是叫着名字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谁说满身污泥的农民 当不得英雄 在众人的哄哮声中 在奔用的时代里 他的梦想正在决心 公元22年10月 刘延打出 赴高祖之夜 定万史之秋的旗号 同刘秀 邓臣 李通等 在南洋等地起 他们联合当地豪强 拉出来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 自称叫冲林军 彼时反对皇帝的浪潮 愈发澎湃 他们很快和陆林军联合 在比水 豫阳等地 接连击败皇帝的部队 那么说 是冲林军真的强吗 也不一定 关键是对手衬托的好 因为连番改制 曾经在官场 民间声望桌柱的王莽 如今成了群朝对象 反倒是曾经被代替的汉士 让百姓赋死刘氏 闻汉兵起 莫不欢喜 如去虎口 得归慈母 这就让刘氏皇族后裔的身份 有些价值了 那么说 刘秀就这么简单的崛起了吗 并没有 彼时的陆林军群豪 没有选择 有独立团队的刘衍刘秀兄弟 反而选了汉景帝 刘起之子 长沙王刘发的后裔 刘玄 公元二十三年 这个没啥根迹 性子也较弱 相对容易掌控的皇族 被拥立为敌 年号 庚史象征一个新的开始 他封刘衍为大司徒 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陆林军也改称汉军 一场汉氏与新朝 改制与中兴的决战 即将到来 但刘秀和王莽都不会料到 这场对决的最终胜利者 将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人呢 就是无法预料 刘秀一个冲林军的二把手 很难想象自己 有朝一日会成为所谓的 未免之子 眼下 其首要任务还是贯彻哥哥的命令 进行个仗的打 公元二十三年二月 在得知刘玄称帝后 汪芒表示 不能再犹豫了 一定要出重拳 他拜大司徒王巡 大司空王毅 率四十二万大军 铺向昆阳 冤城一带 企图与庚史政权决战 战前 王毅发现 城中守军只有八九千人 而己方有百万之师 所过当灭 京土此城 叠雪而尽 前歌后 故不夸夜 简单说 优势在我 面对超过四个 孙十万的兵力 昆阳城内 有一点紧张 不少人提出 分兵 好歹还来得及润 刘秀健壮 冷静反驳道 经兵骨技少 而外扣强大 并立预知 攻术可力 如欲分散 事无巨权 所以 必须团结一切 可团结的力量 他趁夜 率十三骑兵 到衍城 定陵等地 呼叫援军 可惜 不少将领 争着 留守军营 聚敛财宝 憋着提筒跑路 刘秀 真的气不大一出来 小了 格局小了 金若破敌 珍宝万倍 大功可成 如为所败 首领无余 何财务之有 此时 对面的王凯生 打算强攻困扬 里外里围了几十拳 在高处 由云车撂望 地面上冲车撞门 城门下 挖地道投袭 憋着 这次一定攻下 守城的汉军将领 快顶不住了 想投降 但王毅刚嗨起来 直接拒绝 要占个痛快 就在危机存亡之时 中国历史上的名场面发生了 一颗巨大陨石 仿佛被重力果实 或轮回眼吸引 从天而降 坠入新莽军营中 虽然直接伤亡可能不大 但在那个称卫流行的时代 新莽军队心态崩了 实在 大军皆艳赴 独此情形 刘秀知道机会来了 此时 他刚争调来几千援兵 其中不少 还是哥哥招揽的部众 比如 在打渊城时 收留的县里 人光 他们主动脱离援军 主力四五里前就位 以我来组成头部的姿态 准备出击 按说 这个数量远少于敌方 但王毅仿佛是被隐士吓到了 竟也只派了几千士兵来阻击 这让刘秀敏锐的意识到 对面怂了 该我们冲了 这个向来以紧后著称的 农民企业家 一反常态 冲入敌阵 亲自斩首数十人 这极大震撼了其他作弊上官的将领 他们也纷纷投入战斗 在刘秀这波 突然爆发的引导下 汉军一波 就打退了新盟军 现在 敌方两度受挫 但还没彻底失去战斗力 刘秀想了想 认为 是时候打出三连了 他假装非常不小心的 把渊城部队前来救援的战报 传到敌军营帐中 这下王勋王毅都郁闷了 以为进攻冤城的友军忌了 导致汉军都能腾出手来 持援昆阳了 这种印象造成后 刘秀第三次出手 他率领三迁死尸 从城池西侧 直插敌方中军大营 昆阳城中的守军 发现新的机会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滞不前 也主动出城配合 又恰逢雷雨大作 驻汉军声势 结果乱军从中 王勋当场被杀 新莽军队互相践踏 死伤惨重 四散奔逃 在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里 很多人只记得开头那颗陨石 但真正颠覆战局的 其实是刘秀利用陨石带来的契机 用一套疾风咒语般的组合拳 才彻底扭转局面 然而 胜利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 刘秀就发现 自己好端端留在大本营的哥哥 刘衍 被杀了 老哥当初拿下冤城 因战功选贺被猜忌 遭耕史帝刘璇以抗命为由诛杀 这下刘秀当然愤怒 但想成大事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忍耐 明知道耕史帝 及其陆陵军支持者们忌惮自己 更不会对自称一派的冲林军 善罢甘休 但现在共同的敌人王莽还没凉凉 为了大局 刘秀 饮食言笑如平常 甚至跑到刘璇面前替哥哥道歉 如此忍气吞声 竟让刘璇都信了 这使得冲林军暂时韬光养晦 躲过一劫 刘秀 以借机 巩固嫡系 成为邓氏寇氏陈氏等出身南洋隐川的豪强将领的新首领 昆杨之战后 新芒的主力丧失殆尽 汉军一边乘胜进攻洛阳 另一边则进攻五官 所谓破骨万人垂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垂翻王莽的行列里 当汉军冰封直逼长安 王莽在一众护卫下 带着宫卿大夫宦官随从等千余人逃往箭台 另一边 王莽的从弟 先前在昆阳被击败的王毅 也在部下死伤殆尽后向箭台撤退 双方会合后 王毅倒是比凯申硬气 没有跑路 选择了守卫王莽 血战之死 据汉书载 王莽的尸体被发现于市中西北周间 他被数十个真功心切的军士乱忍分割 他的短暂王朝也随之覆灭 然而 这江山依旧混乱 人心意味安定 没有了陨石的刘秀 将如何逐步问顶天下呢 王莽死后 当长安的官吏 百姓打算迎接王师时 惊恶地发现 很多汉军将领和军队都服装混乱 均容不起 唯有被封为私立校尉的刘秀 和南洋尹川一系将领统帅的部队 威士射人 俨然从战火中淬炼过的铁军 百姓们宛如当年刚进城的刘秀一样感慨 不图今日复建汉官威仪 此时的刘秀已经迎娶了 当年心心念念的小姐姐英丽华 乍看之下 曾经那两个最卑微的梦都已实现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问题是这个时代不容他止步 彼时的陆陵军山东的赤梅军河北的铜马 及诸多分散在各地的零星义军各成一派 谁也不服谁 为统一局面 也为了让当初拿下关键战役的刘秀远离全力争输 庚使地刘璇决定把刘秀的势力拆分开 把他麾下将领如人光封到别地当太守 后来又授予刘秀大司马的名誉头衔 给了跟苏武牧阳同款结账 以示鼓励 要求他去河北拓展业务 约一百年前的西方 罗马也曾用类似的手段 把一个叫凯撒的执政官派到高楼去评乱 眼下刘秀面对的局面很相似 当时南方盛行同谣 邪不邪在赤梅 得不得在河北 刘秀看似一人一棍到河北省来 对抗赤梅与铜马等部 但因此前的战功与行为在南洋豪墙中积累了声望 老友邓宇更是北渡黄河追来 协助刘秀 延揽英雄 物与明星 立高走之夜 九万名之命 在这个大战略下 刘秀凡所过之处 都以大司马的身份宣布 废除王莽时期科政 恢复汉代官名 以此安定人心 可还没等他做出什么成绩 当地另一位同样出身宗室的大佬 找上门来 他叫刘灵 也想打击赤梅军 认为自己跟刘秀目标一致 应该能合作 于是他劝刘秀 既然赤梅军都驻扎在黄河下游 那咱们干脆挖开黄河 让赤梅军背水淹没 不知所措 上一个凯深度这么高的 还是已经凉了的王毅 刘秀又没风 若黄河崩涌 赤梅军是没了 可农田呢 百姓呢 先前废除科政稳定明星的许诺呢 他当即拒绝 这下刘灵不干了 你不合作 我就找别人 彼时正好有个算命方式 自称是汉城帝的后代刘子瑜 想来找刘灵一起搞事 双方一排集合 刘灵与一些河北将领一致决定 扶持这个算命先生上位 他们率领几百人冲入了邯郸城原新的藩王宫 以此为都城 一字称汉 然后又派人去冀州 幽州 把王莽时期留下的零散势力整合起来 弄出个从河北到辽西接望风响应的局面来 这下刘秀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他被迫转移到季县 偏感上 这登基的算命先生和刘灵等人知道 自己是来搞统战的同行 郭子云 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果然 人家悬赏 天下有得刘秀首级陷于震者 赏亿十万户 转瞬间 庚史帝的大司马 变成了赵汉的通缉犯 所谓至暗时刻不过如此 逃亡途中 又逢大雪天 一行人为了活命 沉夜兼行 鸡餐可饮 乃至面皆破裂 为了能干饭 在抵达饶阳时 刘秀等人 甚至假扮成邯郸方面的使者 去客馆想饱餐一顿 但因为实在太饿 吃相堪比陆飞 结果被馆中小丽怀疑了身份 差点被抓 漫天飞雪中 刘秀逃到了湖陀河 踏着冰面 艰难渡河 此时 已是尔历之年的刘秀 想逼 极为迷茫与彷徨 半年前 失去了哥哥 离开家乡 来到强敌还死的河北 前途未卜 该往何处 惆怅之际 他听说不远处有个姓都郡 没有跟算命党同企连之 还支持位于长安的汉氏政权 刘秀急忙忙赶过去 在那里看到了郡守 曾经昆阳之战中的老部下 燃光 当初封到此地后 这个忠厚的汉子始终相信 刘秀会来的 就一直坚守城池 如今双方会和大喜国王 一起在周边开拓势力范围 刘秀再次发挥了他以少胜多的军事艺术 在打唐阳线时 几方人数不够 忍数来凑 他使其各持火炬 弥漫则中 光焰烛天地居称 莫不震惊黄布 齐夜吉祥 这样的胜利 一个接一个的发生 巡日之间兵重大胜 不久便形成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 公元24年4月 这支飞速崛起的新军向邯郸停进 赵汉虽然也苟急跳墙般 派人偷袭信都 想抄刘秀后路 他们确实成功了 但邯郸也被攻克了 刘秀用一换一平定了河北 进入邯郸后 他在王宫中发现了不少书信 其中甚至有轻信和赵汉私下交通往来的证据 但此时大事未定 还是巩固人心之际 刘秀下令一把火直接烧掉 如此态度 让曾经的墙头草们大为安心 继续跟着刘秀干犯 那么在昆阳河北两度力下赫赫攻击 刘秀获得了什么呢 打一份口头嘉奖 还有一个消亡的空头衔 以及一份要求他尽快脱离部队 回朝觐见的调立 显然刘璇又要摘桃子了 但上一次是人在屋檐下迫不得已 这一次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刘秀 又怎会中同样的招数 他以河北尚未平定为由 直接拒绝了调立 一如当年凯撒率军渡过鲁比孔河 刘秀也将带着他的军团夺回 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 到回头看进驻长安后的庚史地 在自以为得了天下后 直接摆烂迅速复化堕落 难以扶重 偏偏他又看谁都像反贼 总有刁民想害人 结果是本来就临时传起来的各地势力 纷纷自立从庚史政权脱离出来 这些零碎的军队在面对刘秀整肃过的力量 及其军事策略时毫无抵抗力 很快被一口一个吃掉 其中最大的一搏就是同样在河北的铜马 曾经的他们对刘秀爱搭不理 现在都被纳入了刘秀的营地 而为了安抚其心 刘秀再次展现出远超同行的风度 他亲自轻其简从来到铜马军的营战 以一种近乎不设防备的姿态 获得了这些新生力量的信任 后来这数十万出身铜马的军队 成为其一统中原的重要力量 刘秀也因而被称为铜马帝 当初他的梦想只是中中帝 可惜南洋饥荒不得不返 后来他只想当个执金玉 可惜刘秀不信任很难安生的干下去 现如今看着南风赤梅君与庚使弟菜鸡互拙 刘秀实在是乌龟半走毒 憋不住笑了 他想起曾经的图称 刘秀发兵补不到 某经修德为天子 是啊 同行如此衬托 怎么皇帝就不能是我呢 公元二十五年六月 刘秀在号城千秋亭登基 国号也一样 称汉 同月赤梅君在河南 拥立被他们掳来的放牛娃 汉高祖刘邦之孙 承阳警王刘章之后 刘盆子为帝 这个十五岁的少年 是在一堆候选人里抽圈选出来的 在看到一众凶贵朝自己跪拜时 吓得躲躲闪闪 即便登基后仍日常批发图显 场衣折汉 保持着放牛时的做派 现在三个汉政权争夺汉式正统 结果最初最正统的庚史帝刘璇 率先打出GG 他自己缩在长安 看到赤梅军大举袭来 采取了李云龙最忌讳的天游战术 一波波派人去送 军告惨败三幅震动 不得已刘璇请降 先是霍锋长沙王 不久后被溢杀 赤梅军看似胜利了 但连番征战 掏空了关中低区的资源 人相识 成锅皆空 白骨毕业 又冯大雪 坑骨皆满 十多冻死 当此情形 善于把握战机的刘秀 先后派麾下邓与冯毅等人去偷袭 熟料被这只爱兵连连击退 这下邓冯二人脸上挂不住了 他们学习刘秀 兵力不够 忍数来凑 润争月初 冯毅重整部队后 约赤梅在小底会战 这次他先派出一支伏兵 假扮成赤梅军连夜埋伏于道旁 一日清晨 等对面万余人来攻 冯毅先是执疑少数前部应战 假装自己怂了 果然引得赤梅军全力猛攻 冯毅边打边退把战斗生生拖到了下午 此时赤梅军以兵皮释衰 冯毅下令扶兵突起向对手发起夹击 混乱中赤梅军仿佛置身变身术和多重影分身术的打击 浑然难辨敌我 惊慌溃了 冯毅乘胜追击招向了八万云 剩余的十多万则向东南方向溃退 想逃出身天 殊不知刘秀早已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他带着人来到一阳一县准备 等到赤梅军撤队至此时 惊恶的发现 一支锐气正盛的大军 在刘秀的命令下 以严整的军容于面前摆开阵势 主力步兵居中 萧綦和甲氏分成两侧 溃败的赤梅军残暴彻底失去了抵抗意志 呈上了当初从刘璇那里获得的传国玉玺表示投降 但相比于赤梅军勒死刘璇 刘秀属实格局打开 不仅优待俘虏的伙食 还在洛阳给刘盆子一处宅邸和二景田授予他官职 后来老好人刘盆子阴病双目失明 刘秀还下令用官田租税一直养着他直到去世 公元37年 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卢芳被刘秀平定 这意味着自往莽于公元9年篡汉之后 历时20余年天下富贵大汉 挥顾刘秀一路走来 格局不断打开 功耕南洋体察民生疾苦 血战昆阳战术运转自如 收敛锋芒 勇闯至暗之路 再逢人光 信都重整旗鼓 每向前一步都有个人魅力的构筑 每成功一步又都是人心向背的产物 若化用诸葛丞相的名言 这叫弃人名失人心 此心莽所以轻腿也 故人民拒人心 此光武所以忠心也 教之天降陨石 人民与人心才是真正的不可抗力 拥有了这份力量 才让刘秀带来忠心汉事的希望 于废墟之上造起新的城邦 有关于智能的灯箱 这太阳是我们的灯箱 有关于智能的灯箱 是有关于智能的灯箱 所以我会看到这份力量 随后 在大前面灯箱里面 有关于智能的灯箱里面 所以我们也有关于智能的灯箱里面